对正常人来讲 我们的腰椎向后折叠的活动范围 大概是在30度左右 而向前折叠的这个角度 一般是在70度左右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位挑战者 他的挑战将是人类身体柔软程度的极限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你好 三位老师 三位老师 你们好 我叫刘腾 今年24岁 我的职业是一名柔术演员 谢谢 你练柔术有多久了 从小 我目前有15年了 我是从9岁到10岁开始练习的吧 今天刘腾将要挑战的项目 让他柔软到什么程度呢 接下来有请道具老师 把挑战要用的道具带上舞台 挑战规则 选手反向360度折叠身体 依次穿过尺寸为60乘以55乘以50厘米的 第一个方盒子 然后60乘以50乘以50的第二个盒子 以及最后50乘以45乘以50的第三个盒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移动的环门 我们会由现场的挑战助理来帮助他掌控 那么最后当他到达这个尺寸最小的底端的箱内 并且由挑战助理合上最小的箱子的箱盖之后 极为挑战成功 我是没看过要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这样的 他怎么进去 这是完全不可能 刚才他趁这个摆道具的时候 小声跟我说 说萨老师你太坏了 说导演组跟他讲 说是我要求的 最后挑战规则里 一定要把最后一扇门关上 才算挑战成功 说的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因为之前排练的时候 我不给大家撒谎 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完成过 一次都没有完成过 我跟你讲 刘腾 在这个舞台上 往往能激发出挑战者 更深的潜力和功力 我特别喜欢李昌宇老师说的一句话 一生中只做一件事情 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叫做挑战不可能 谢谢 来就来吧 好 刘腾是国内顶级柔術第一人 但是整个身子 要穿过透明箱子 搭出的通道 这是他第一次 挑战能否成功 这不仅需要他有着 天生极好的柔韧性 更需要后天的无限努力 今天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他能否突破自我 挑战成功呢 这是挑战规则的设计 我们是不断地在增大难度 而对于每一个挑战者来讲 也许他面临的都会比自己平时训练的难度要更高 但是这恰恰能够表达在这个舞台上 人类潜能的积聚 准备好了 告诉我 挑战 开始 大人类潜能的轻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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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容易了 你看他腰后面 都是一道一道的印子 折了 全是汗 从挑战不可能 这个角度来看 他真的是完全做到的 很难得 非常难得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天这个 你看他 慢点慢点 我在你是旅游 谁说的 我是想进去体验一下 他所面临的那种处境 空间 那个空间 太吓人了 就是密封在里面 对 他是有一种空气感 没有一点余地 对 然后你 而且那个时候 你上不去下不来 折叠的又是最疼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里面的思想 我想的是 只能靠自己 确实不容易 仅凭着这一点 表达我个人的敬意 谢谢 谢谢大家 都在你以前表演过这个项目吗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没有 因为我就是说 在我以前的所有项目 我也创造过很多项目 但是说这个项目是第一次 其他也没有别人的表演过 有国外的 国外的 现在这个项目 我可以说 可能全世界 全中国 我是第一人 对 我不管今天的流程怎么样 甚至其实 我们原来好像应该有一些规矩的 像我们在挑战这个不可能 我觉得 我们给了你一个规矩 而你还是敢去接受这个挑战 我今天想要破一点点规矩 我都不管 我先给你一个能 谢谢 对不起 我可能坏了你们的规矩 可是我刚刚是深深受到感动 甚至看他的努力 要从相近转相近的那个过程里面 他付出的太多太多 然后 我觉得那个毅力是可嘉的 华健大哥 是的 是什么 让您做出了如此不可能的举动 按照规则 应该是主持人先宣布 他挑战是否成功 如果挑战没有成功 你们都 就不需要表决了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说我可能 但现在您这N了以后 没有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先破一个规矩 我觉得我用最高的那个动作 来表达我的诚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华健老师 如果需要表达诚意 我建议您把它的通道 自己走一遍 你感受一下 确实很难 这样 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 尽管上面说了 要盖上一个香盖 但是刚才根据现场 我个人认为 这个盖上香盖 确实是我 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 一个非常苛刻的 甚至是不合乎情理的举动 所以我个人宣布 在这样的挑战规则之下 尽管最后那个香盖 没有盖上了 刘腾的挑战 依然成功 接下来 我会在荣誉殿堂 去等待你 祝你好远 我只是想说 你刚才的表演 从镜头里看 真的让所有的人 都为你揪着心 念一把汗 但是我想表达的 最终的一个态度是 因为今天可能 在我们的规则制定上 出现了一些 一些小小的问题 这个影响到了 我现在的一个判断 我不想轻易地 做这个判断 那我这一票 我的表决的这一票 我弃全 但我依然祝福你 谢谢董事老师 谢谢 你当时在里边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 当时就是在进入 第一个箱子的时候 我就想一步一步地 稳稳地 因为我的思想不能乱 我先进入这个 然后我再去想下一个 他刚才教了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人生之学 脚达实地 一步一步慢慢来 所以我说 谢谢 了解刘腾进入今天的 荣誉殿堂 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 刘腾凭借永不言弃的 坚韧精神 突破了自己身体的 柔韧极限 挑战了她 从未成功过的挑战 让我们记住 这位24岁的女孩 刘腾 builder 呃 没有 疼 轻松 policymakers 没有 我 读